五大联赛,战火纷飞,各路豪们都在为冠军奔起直追,本周末,西甲和一甲相继燃起战火,但是最让秋名期待的就是一甲油文的一场比赛,因为C罗吉将迎来自己的一甲橱子战,经过90分钟的激烈争夺,油文补学阶段完成绝杀拿到3分。 美中不足的是C罗没能收获进球,不过比起C罗能否进球,球迷更关心的反倒是他的球衣。 众所周知,不管是延延夏日还是潇潇冬日,C罗都喜欢穿一身长袖球员,这在曼联和黄马时期都是他的独特标志,但是,来到油文后他突然改变了自己的风格,放弃了长袖球衣。 并不是单纯针对切握,之前他代表油文出战热胜赛,身上披挂的都是短袖球衣,就点让人纳闷。 毕竟这是他兼职了十多年的习惯,我们不是C罗本人,无法揣测他内线的想法。 如果说给出理由,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。 第一,他想与过去告别,重新开始,在黄马经历了九年的美好时光,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之一。 就连C罗在告别心里说的那样,这些年是他生命中最开心的时光或许没有之一。 C罗对银河战舰一往情深,这里曾是他儿时的梦,但是,自己最后还是被无端淘气,这让他很受伤,也很无奈。 既然往不掉过去,那就换一种方式,将自己再活一次。 第二,意大利的气候,意大利三年靠海,北边又爱着阿尔卑斯山,这里大部分的地区都属于的中海气候,温度适中,阳光充足,按道理说这是非常适合踢球的天气。 不过,这个时间对于一些地区来说,天气还是相当的严热,再加上一些比赛被安排在当地的下午,空气还是比较闷热,在游玩雨气温的比赛里,上班场主裁派还特意允许大家补充水分,就足以说明比赛中的燥热情况,这种情况下,在穿长修有点不太合适。 第三,只是自己的意愿,或许这只是C罗自己的意愿,没有什么可讲究的,毕竟一名球员在选择穿着方面,还是不是受什么限制的,只要球衣符合联赛规定,在以前的比赛里,C罗偶尔也有穿短袖球衣的情况,接下来,游文将要遗失,安林球场,C罗能不能打破进球荒呢?大家拭目以待。